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 今天向日葵要带你们了解消防知识 防止发生火灾 在家需要注意什么呢 如果家里某些地方漆火怎么办 一起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到了厨房 锅子着火了 让我们来帮帮它吧 锅子着火了 要先怎么办呢 将煤气先关掉 让我们来灭火吧 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灭火吗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真聪明 用锅盖 将锅盖上 这样就可以灭火了 太棒了 大家成功了 还有什么地方会发生火灾呢 快将煤气的阀门修好 找到对应的螺丝 真聪明 打螺丝 拧紧 这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星星的角要多一些 非常好 最后一个也拧上了 我们修好了 最后一个也拧上了 让我们把煤气都清除掉吧 让我们把煤气都清除掉吧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放出窗外 煤气管破了 可不能再用了哦 让我们来换一条新的吧 现在要修一下煤气管了 找到一个合适的管道 不是这个哦 换一个稍微粗一点的 大家在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防火 增加大家的消防意识 好啦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 一起去玩更多 有趣的小游戏 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向日葵 我们下一期再见